第1031章日月神谷的高层终于来了 更重要的是 凌云加入日月神谷 连同心被宣也跟着去 这就等同于两名九州大笔之上最耀眼的天才人物都一同加入了同一个宗门 其余三大宗门的人岂会善罢甘休 果然 暴脾气的清夜立即就暴怒了 京风明月阁的人速速出手 将这小子给我杀了 清夜怒不可遏 直接下了诛杀令 他清风明月阁得不到的人 也绝对不会让其余宗门得到 是 清木等清风明月阁的三人立即领命 特别是清木 他本就对凌云非常不爽 之前清夜也是由于凌云的缘故方才给了他一掌 让他颜面扫地 现在有了这个机会 他自然要将这一切怒火彤彤撒到凌云的身上 杀意涌动而生 清木便是迅疾动手 身子化为一股清烟 冲着凌云暴掠而去 保护凌云 鲁身健壮 对身后两名日月神谷的人命令一声 三人也立即出手 轰轰 双方几人立即争锋相对地站在了一起 鲁身三人一度挡在凌云身前 将清木等清风明月阁的人的攻势技术抵挡了下来 不让他们有任何靠近凌云的机会 而这一幕落在周围众人眼中 更是让众人惊恐万分 两大超级宗门 为了一个凌云 竟然如此公然大打出手 这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了 鲁身 你以为就凭你们几个日月神谷的小罗罗 就能够护住这小子 真是痴人说梦 清木横眉意冷 更加怒上心头 鲁身并未退缩 依旧坚定无比地站在凌云身前 凌云既然选择加入了我日月神谷 那日月神谷无论如何都会护他周全 而且 你们如此公然对我日月神谷的人动手 你以为我日月神谷会坐视不理吗 如若 这件事传回宗门 那那又如何 今夜怒斥一声 让整个断刃风都抖上三抖 他忍不住要亲自动手了 一股狂暴的气息从他身上愈发暴涌而出 当这等气息蔓延到众人身上 令得众人都是面色大变 一些不堪重负之人 则是直接贪倒在地 大汗淋漓 哪怕就是鲁身 此刻的面色都是凝重到了极点 简然 他也很清楚 自己绝对不是亲孽的对手 至于血徒和王岐等血恋神宗和九尊门的人 则站在一旁 丝毫没有要阻止和出手的样子 毫无疑问 他们在等 等凌云被清风明月阁逼到了极点 会转而投入他们的宗门 请求他们的庇护 如若凌云致死都不改变态度 转而选择他们宗门 那他们也乐意见到凌云生死 一个天父如此恐怖的小子 自己宗门既然得不到 那最好也不要让其余宗门得到 凌云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到底选不选择拜我为师 今夜勃然怒吼 响彻天穷 那等气势 那等杀意 临天绝地 无懈可击 所有人无不闻风丧胆 这一刻 没有人会认为凌云还会不改变自己的选择 毕竟 没有人会跟自己的性命过不去 但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凌云还是十分固执地达到 我还是选择日月神谷 凌云前世好歹是龙武大帝 纵然这一世坠落凡尘 但心气犹在 傲骨犹存 他做出的决定 除非他自己想要改变 否则没有人能够逼他改变 这亲孽不能 次大宗门不能 就连神界那些大帝先尊也都不能 听见凌云这个时候竟然还不更改选择 众人先是佩服了一番凌云的蒸蒸铁骨 随即却更是认为凌云实在是太愚蠢了 为了所谓的铁骨 而置自己的性命于不顾 这就是白痴 可惜了 既然你要选择死 那我就成全你 青液眼中已经不抱有任何一丝希望了 他欣赏凌云 十分想要将凌云升为自己的关门弟子 可凌云既然不愿意 那他也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一股浓浓的沙翼已经充斥了青液的整个身体 此 一个字从青液牙缝中挤出 全集所有人就见到 青液的契机锁定到了凌云的身上 凌云顿时间就如同陷入了沼泽之中一般 身体竟然连洞磐一下都十分苦难 不仅仅只是凌云 就连凌云方圆数十米之内的人 此刻全都像是被微额巨山 压住一般 甚至就连鲁身的行动都是有一点困难 然后 一道凌厉无比的掌印就在青液身前凝成 随着青液一掌拍出 那巨大的掌印就排山倒海一般朝着凌云的身上拍来 左过之处 飓风阵阵 暴声如雷 空气都不挤压 连同空间都好似要崩塌了一般 凌云死定了 这是这一刻所有人的想法 凌云双眼一凝 并不打算坐以待毙 但也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突然从远处暴力而来 仅仅只是在一个呼吸之间 就已经到了短刃风的上空 凌厉无比的一掌 以疯狂之势在空中凝成 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与青液的那一掌重重的在空中相 撞 空猛龙 无尽的风暴不断从碰撞之处席卷四方 肉眼可见的强大波动 恍若水波荡样一般船荡在整座断刃风 断刃台上的众人纷纷暴退出断刃台 悬浮在远处的空中 生怕被那等波动所波及而导致自己重伤 连同凌云 新北轩和鲁申等人同样是退出了断刃风 就在他们离开断刃风的瞬间 整座断刃风开始不断坍塌 转瞬之间便是千疮百孔 从此也可见 这青液和这突然出来之人的实力到底有多恐怖 好一会儿后 风暴方才渐渐消敏 所有人都是不约而同地望向空中那道突然出现 替凌云抵挡住青液凶猛攻势的身影 那赫人是一名五十岁左右的男子 虎虎声微 气度不凡 拜见荣景长老 唯有鲁申等日月神谷众人见到他 方才笑竹颜开 特别是鲁申 满脸兴奋 如同见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立即和其余两名日月神谷的弟子一起朝着空中的那名男子拱手道 众人都是心头一领 日月神谷的高层也终于还是来了 第一千零三十二张谁在放肆 杀无赦 只是不等荣景开口 那青液却率先道 荣景 你终于现身了 不过就算你现身也没用 凌云那小子的性命我取定了 我绝不会让他就这么加入你们日月神谷 所以我劝你最好不要多做阻拦 凌云加入了我们日月神谷 荣景一愣 随其一抹灿烂的笑容在他脸上逐渐绽放 荣景并不知道场中的情势 他之前猜出凌云的身份后 不敢有所闪失 所以第一时间就回到了日月神谷 将凌云的事情禀告给了古老之后 他担心凌云会加入其余宗门 所以方才匆匆返回来 却没想到一回到这里 就见到了刚刚那一幕 好在他及时出手 将情势阻止了下来 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凌云竟然没有加入其余宗门 反而已经加入了他们日月神谷 好 太好了 荣景大笑了起来 而当荣景知道有着半圣宝体的新贝轩也跟着凌云 一起加入了日月神谷后 整个人就更是近乎狂喜了 那等炽热的目光落到了凌云和新贝轩身上 那般样子就仿若是捡到了重宝一般 事实上在其余人看来凌云和新贝轩此番加入日月神谷 于日月神谷而言确实算是捡到了重宝 凌云你放心 既然你加入了我日月神谷 那么今日谁都不能伤你一根毫毛 如若谁敢对你动手 那我日月神谷绝不会让他好活 此外 我在这里还要提醒一下某些人 九州大比的规矩是四大宗门一同伤定的 按照规定 我们都应该尊重参赛弟子的选择 不得强求 所以我奉劝某人不要公然破坏规矩的好 荣景气势汹涌 声若滔天 光是这等声音中所爆发出来的气概 就让周围所有人内心无比骇然 那种感觉 就恍若有着万千杀意冲入了众人身体 让众人不寒而颤 哈哈 荣景 你少拿日月神谷和九州大比规矩来吓唬我 我亲夜做事 从来不在乎这些 今日要么让这凌云跟我回清风明月阁 要么就让我杀了他 若是你胆胆阻挠 那就别怪我清风明月阁对你也不客气 点双引号 今夜没有半分妥协和退让 一副步将凌云斩杀是不罢休的架势 就算今日他杀死凌云 算是破坏了规矩 最多宗门就惩罚一下他 但如若让凌云加入了日月神谷 以后成长起来 那才是宗门噩梦 不仅仅是他 王岐也适时地站了出来 之前明明跟亲夜不合的他 此刻却跟亲夜统一了战线 亲夜 我九尊门助你一臂之力 既然如此 那我血炼神宗也绝不会袖手旁观 亲夜 我同样助你一臂之力 却图同样表态道 他们都无法忍受让凌云和新被宣 就真的这么加入了日月神谷 所以 哪怕之前他们互相不对付 但现在却也为了共同的目标 站在了一条战线上 以至于场中的情势 又再度对凌云和日月神谷非常不利 纵然容景的出现 暂时化解了危机 但此刻血炼神宗 九尊门和清风明月隔沆瀣一气 日月神谷以一敌三 还是毫无胜算 龙景 既然规矩是我四大宗门所商定 那如今我们三大宗门都要那小子死 那小子是不是就该死了 我也懒得跟你废话 你不让开 那就休怪我们无情了 亲夜毫不含糊 丝毫没有再浪费时间的想法 随即就欲直接大打出手 往起和血图见状 同样就要大动干戈 放肆 却在这时 一道嘹亮的声音陡然之间在天际响起 所有人都是抬头往声音的来源处望去 就见到一处云端的位置 一道虚影若隐若现 那道虚影看不清容貌 似乎只是一道影子 可即便如此 其身上的声势却空前绝后 那等散发出来的气息 盖过了在场所有人的气势 那至少都是一名真五进八九重的气息 乃至在场所有人 包括雪震 王启和亲夜在内的人 在这道影子面前都如同蝼蚁一般 是你要对我日月神谷的人动手 影子出现的瞬间 契机就锁定在了亲夜身上 都不等亲夜回答 一道光芒便是从天而降 直奔亲夜而去 亲夜满目骇然 立即出手抵挡 可任凭他如何奋尽全力 却仍旧抵挡不住那道光芒 所带来的可怕攻势 砰 巨响咒起 亲夜的身子却重重地砸在了断刃风上 嘴里鲜血狂喷而出 面色更是惨白到了极点 身体俨然就已经受了重伤 随随便便一道攻势 竟让亲夜重伤在地 顷刻间 现场一片到稀凉气的声音 这一幕实在是太过刺激眼球了 甚至不少人都惊吓得哑然失色 头脚发麻 强 实在是太强了 他们何曾见过这等五道大能 而且这还仅仅只是一道虚影罢了 可想而知这道虚影的本体有多恐怖 如若这道虚影要动手 现场所有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 哪怕枉起和血图见状 此刻都是内心都是震荡万千 面露畏惧之色 哪还有之前那等不可一世的威风 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了 就连凌云眉头都是紧皱了一下 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这位影子的主人实力已经恐怖到了非常可怕的程度 甚至在这道影子出现之后 那乾坤画卷之中的老颜突然之间都是隐蔽了气息 丝毫不敢有任何放肆 整个现场的人也就唯有容紧一脸淡定 似乎早就知道那道影子会出现 谁在放肆 杀无射 又是一道惊雷之声轰然响起 久久回荡在天际 抨击在众人心中 让众人浑身更是气血沸腾 动都不敢动一下 特别是杀无射三个字 如同魔音一般 凶猛地扣响了众人的心灵 让众人近乎窒息 话音刚落 那道可怕的影子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之中 但那道影子却已经永远烙印到了所有人的脑海之中 稍一回想 骨子里的畏惧都不由得冒了出来 让他们内心颤动 第1033章不情之请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日月神谷这一次竟然有这么强大的人来观看九州大比 青夜纵然脾气在火爆 此刻和其余清风明月阁的人也不敢再贸然动手 却图和王起见到青夜被随随便便一掌重伤 同样也不敢再出手 于是 一场来自于四大宗门的夺人大战就此彻底落下了帷幕 没有人再敢因为凌云执意加入日月神谷而对凌云有所阻拦 因此 凌云和新被宣就这么正式加入了日月神谷 容景笑了 鲁身笑了 日月神谷的所有人都笑了 但其余三大宗门的人却差点哭了 九州大比最优异的两名天才弟子就这样全都进入了日月神谷 这也太他娘的不爽了 最后 青夜 王起和雪徒见到没有自己心仪的收徒对象 便是头也不回地气愤离去 但清风明月阁的青夜离开之前 眼神却冰冷无比地刮了凌云一眼 俨然 他对凌云充满了极大的愤怒 旁眼 阎蒙 骑兵 我九尊们邀请你们加入 只要你们加入 还可获得额外的丰富入门奖励 还有其余参加了第三轮排名战的人 我九尊们的大门也都为你们敞开 只要你们加入 同样可以获得不俗的入门奖励 九尊们的沈千奇知道九尊们已经招揽凌云和新被宣无望 立即就调转枪头 将招揽目标转移到了其余人身上 如若其余优异弟子肯加入九尊们 那至少也可以稍稍止损 见到九尊们率先邀请 雪猎神宗和清风明月阁的人也不甘示弱 纷纷对其余人发出了邀请 但几乎都是对参加了第三轮排名战的人发出邀请 这让参加了第三轮排名的人兴奋不已 当然日月神谷同样也没有耽搁 鲁申同样也对这些参赛之人发出了邀请 只不过有了凌云和新被宣加入之后 鲁申已经不像其余宗门那样迫切需要其余人加入了 以至于日月神谷对众人邀请时开出的条件相比 与其余三个宗门都要低不少 其中要数旁眼 严蒙和齐斌这三个除了凌云和新被宣之外 最优异的三人最为强手 各大宗门邀请他们所开出的一些条件也愈发丰厚 最后旁眼加入了雪恋神宗 严蒙加入了九尊门 齐斌加入了清风明月阁 至于其余人也一一选择了各自的宗门 其中龙谦也并未选择跟凌云同样的宗门 他选择的是雪恋神宗 凌云自然是希望龙谦也跟自己选择同一个宗门 以后自己将近魔九诀修炼出来 也可以及时地帮其进化神魔气息 但现在龙谦也自己做出了选择 那凌云也没有办法 毕竟在龙谦也眼中 凌云现在只不过是一个陌生人罢了 如若执意要其改变选择 搞不好还会弄得龙谦也对自己大打出手 只希望这龙谦也加入雪恋神宗后 身上的神魔气息没有那么容易爆发才好 如若一旦爆发 惊动了雪恋神宗 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 不久之后 所有参加第三轮排名战的参赛者 都选择了加入各自的宗门 跟着我一起加入日月神谷 你后悔吗 凌云绕有兴致地看了一眼身边身姿绰约的新贝轩 但新贝轩却只是浅浅一笑 吐出简单的三个字 不后悔 这妮子 凌云也不打算再跟他多说什么 而是静止地走到了奥丰元岭 贺林和温子涵的身边 并且将他们带到了鲁生和容景的面前 非常恭敬地朝着两人拱了拱手 弟子凌云 见过容景长老 见过鲁生长老 哈哈 凌云 你现在已经是我日月神谷的人 不必跟我们这么拘礼 容景开怀一笑 话一说完 凌云再度冲着容景拱了拱手 容景长老 弟子既然加入了日月神谷 自然就要对你们有所尊重 此话一出 无疑更让容景对凌云更加欣赏无比 欲敌时 不卑不亢 不畏不惧 对自己人又娇而不造 谦卑有礼 此子 以后必定不凡 只是凌云接下来又顺势道 容景长老 其实弟子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希望长老能够答应 我 你说 容景眉头一挑 饶有兴致 凌云则是看了一眼身边的奥峰原领三人 随即直接开口道 长老 这三位是我的挚友 我想要将他们一同带入日月神谷 不知可否 容景打亮了一番奥峰原领三人 稍作思量便是指着奥峰原领道 凌云你的这位伙伴想必身怀一种可以引动血脉雷结纯正血脉吧 我日月神谷可以破格将其招收为外骨弟子 欧峰原领文言 喜不自胜 内心惊喜不已 外骨弟子 那也是九州四大超级宗门的外骨弟子啊 没有人不愿意成为 虽然这是宗门内最为低等的弟子 但这在九州之内 毫无疑问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欧峰原领怎能不激动 而问指寒和贺林这一刻同样也是满怀希望的看向容景 他们心底当然也希望容景能够破格招收他们为日月神谷的弟子 但是语愿为 容景看了一眼问指寒和贺林之后 眉头微微皱了皱 至于你这两位伙伴 就算是我也不能够公然坏了规矩将其招收为日月神谷的弟子 此话一出 问指寒和贺林脸上的期待一扫耳光 满脸阴霾 不过 在我们日月神谷内谷之中还有一个规定 那就是如若一名内谷弟子能够在内谷之中占据一座庭院 成为庭院之主 那么你就可以带领一定的家眷入住日月神谷 只是如此带入的家眷 没有资格享受日月神谷的五道资源 而且约束条件也不少 除非你将自己的五道资源让给他们使用 所以你若是想要将你这两个伙伴也带入日月神谷 那等你进入日月神谷内谷之中 后 你就需要自己努力去占据一座属于你自己的宫殿才行 龙景向凌云解释了一番 凌云听完点了点头 每一个宗门都有各自宗门的规矩 若是为了一两个人破坏了规矩 纳成何体统 前世凌云统领龙武帝公 对这一点自然非常理解 所以他当然也不会强求什么 第1034章带你去见一个人 凌云 不碍事的 这一次能够在九州大比收获了一些奖励 我和赫林已经非常满意了 问指寒反而宽慰起了凌云 不过凌云却很清楚 问指寒和赫林都非常想要进入日月神谷 就算不是日月神谷的弟子 只是去常常见识那无疑也是他们的一个愿望 更何况 他们的天赋确实也不算差 向问指寒只是因为修炼的是秦英一类的武学 这种武学在九州之上太过于冷门 再加上他之前所得到的神秘黑纸还未参透 所以暂且修为进展缓慢到也正常 至于赫林 凌云给了他两套武学功法 只要他以后能够将其修炼出来 武道之路上的成就必定也会不低 如若能够将他们带在身边 加以培养 他们以后一定可以成为凌云的左膀右臂 而且在我们日月神谷中 其实还有一套面向家眷的考核 只不过这等考核颇为残酷和困难而已 一旦通过考核 便也可以真正成为我日月神谷的外骨弟子 隆景又补充了一句 这一句话让问指寒和贺林眼中熄灭的光芒又点亮了几分 凌云心头同样一阵惊喜 随即就对问指寒和贺林道 你们两个放心 等我进入日月神谷后 一定尽快占领一座宫殿 到时候就可以将你们带入日月神谷 多谢林老大 贺林没有跟林云客气 她本来就希望一直追随林云 如若还有进入日月神谷的机会 她岂有不珍惜的道理 林云 尽力就好 如若实在不行 我不希望你为了我们而冒险 女子的心思总是要细腻一些 纵然问指寒心迪也很希望进入日月神谷 但她也同样担忧林云 你们放心 我林云做事 说到就会做到 林云坚定无比 很快 鲁身将林云 奥峰元岭 新贝轩 以及其余两个加入日月神谷的人都聚集在了一起 一共五人 数量是四大宗门之中最少的 但只要有林云和新贝轩在其中 质量无疑就是最高的 欢迎你们加入日月神谷 接下来你们每个人有半年的时间去将你们个人的事情处理好 只要半年之内回到宗门报到即可 这是代表着你们身份的宗门首令 你们每个人往上面滴一滴精血 便可以将其激活 然后录入你们各自的基本信息 以后这宗门首令就只能够你们自己亲自使用 这样也能够防止有不明之人混入日月神谷 点双引号 说着 鲁绅的首心便是出现了五枚首令 并且将其一一发放到了林云五人手中 五人纷纷照着鲁绅的话往上滴了一滴精血 便可见那首令红光一线 冲天而起 林云五人将自己基本信息录入那等诡异的红光之中 红光随即方才散去 见到众人做完之后 鲁绅又拿出了五枚空间戒指 并且一一将其发给了林云五人 这五个空间戒指 那是你们这一次加入我日月神谷的入股奖励 其中还有一幅地图 那地图上已经指明了日月神谷的具体位置 你们只需要根据地图上的指引 前往日月神谷报到即可 如若没有其余的事情 那你们就各自散去吧 记住 从今日起 你们就已经是日月神谷的人 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将代表着日月神谷 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 所以希望你们在各方面都要将宗门放在首位 鲁绅又叮嘱了一番 林云五人都是坚定地点了点头 然后就纷纷打算跟随杨九道直接离开通天秘境 林云 你先不要离开 我还要带你去见一个人 荣景突然叫住了林云 林云微微皱眉 随后就让奥峰原领他们先行离开这通天秘境 在凤凰城之前居住的客栈之中等他即可 而林云就在荣景的带领下 化为一道流光 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荣景长老 不知道你要带我去什么人 他空飞行的过程中 林云好奇地问道 等你见到了 自然就知道了 荣景神秘一笑 当飞到通天秘境之中的一处天边的时候 荣景手印一番 眼前的虚空就好似撕裂开来一般 一个巨大的漩涡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荣景没有犹豫 带着林云就跃入了那漩涡之中 只觉得眼前一花 等林云回过神来 就发现荣景和自己来到了一处高耸入云的山峰之上 在峰顶的位置有着一座凉亭 凉亭内正站着一道略显苍老的身影 好似一颗不老古松 身影背对着林云和荣景 让林云看不清容貌 但从那身影上涌荡出来的气息 林云立即想到了一道身影 正是之前突然出现在通天秘境之中 随随便便一击重伤轻孽的那道影子 不对 眼前这道身影不是影子 而是那道影子的本体 见到了影子的本体 感受到他身上那似有似无的气息 林云更加肯定此人的实力深不可测 弟子林云 见过前辈 林云十分敬重地道 若非是这老者出手 之前林云等人面对三大宗门的攻势 恐怕还是会够呛 果然是你 略显激动的四个字 却突然从老者口中道出 甚至林云都可以看见老者那助力的身子 都抖动了一下 全集 老者纵身一跃 直接莫名地消失在了凉亭之中 留下林云一头雾水 不过在那道身影消失之后 一道低沉的声音却是在林云和荣景的耳畔响起 荣景 就照我之前所说的话做 林云我就交给你了 是 荣景恭敬遵命 林云 接下来你要去做什么 荣景转而看向林云问道 林云丈二和尚都摸不着头脑 带自己来见人 却只是看到一道背影 这都是什么鬼 而这荣景问自己 接下来做什么又是什么鬼 但既然荣景问了 林云也没有任何隐瞒 荣景长老 我需要先回一次我的家族 去将我的亲人接出来 此外也可能还有一些其余的琐事需要去办 不过你放心 半年之内 我应该能够赶回来 我陪你一起去 荣景却斩钉截铁地道 这个回答让林云又是愣住了 他陪自己一起去 什么意思 他接下来要跟着自己 第1035章知道林云身份 荣景长老 这恐怕不好吧 我不过只是一个刚入门的弟子 何得何能让你陪我 而且我所在的家族距离这里路途遥远 更不需要长老你陪我劳累了 林云委婉拒绝道 他大概知道 这荣景跟着自己多半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安全 但林云这一次回去可是打算秘密将龙武帝宗直接迁移到九州之中之前所发现的那块武行之地的位置 然后在那里重新建造一个龙武帝宗 如若这荣景跟着自己 那无疑诸多事情都会不变 毕竟 林云和这荣景仅仅只是刚刚相识而已 林云对他并无信任可言 他跟着自己或许可以保护自己 但同样他也会因此知道自己不少信息 特别是有关于自己亲人和龙武帝宗的情况 若是以后林云进入日月神谷之后 得罪了这荣景 这荣景对林云打击报复该如何是好 打击报复林云 林云倒也不担心 可若是将矛头指向了搬迁出来的龙武帝宗 以及自己的亲人身上 那又该如何是好 问号 再严重点 如若这些信息泄露了出去 其余跟自己有仇的人或者势力得知 那些人若是找上门去又该怎么办 林云心思缜密 不得不担心这些 林云 这是我接到的命令 你在九州大笔上的表现有目共睹 难免其余宗门和势力的人不会对你下手 有我在你身边 也可保你万无一失 莫非你还嫌弃本长老不成 荣景淡淡的笑道 这确实是荣景得到的命令 得到的正是刚刚那道身影 也就是日月神谷德高望重的古老的命令 事实上 当荣景将林云的消息告诉古老后 原以为古老会直接将林云收为关门弟子 亲自栽培 但古老却出 人意料的没有 甚至都没有表明出自己对林云的欣赏 只是让荣景确保林云在半年之内平安无事地前来日月神谷报到罢了 这荣景话都这么说了 林云哪还敢说什么拒绝之言 毕竟谁有这份殊荣 能够刚一进入宗门 就让一名内股长老保驾护航 荣景长老说笑了 能够得到荣景长老的保护 那绝对是弟子的荣幸 弟子只是怕自己承受不起罢了 林云只好改口道 无妨 而且如若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或许还见过你父亲 荣景突然道 这句话让林云整个身体一个机灵 他见过自己父亲 这是什么意思 父亲林叶峰之前确实跟林云说过 在母亲失踪半年之后 林叶峰曾经带着林云来到日月神谷 打算将林云托付给日月神谷 但当时通过血脉测试 林云被检测为毫无血脉的九天绝脉废物 也因此最后被赶出了日月神谷 这荣景说自己可能见过自己父亲 莫非他知道自己的身份 他知道十多年前自己的父亲 带着自己来过日月神谷 甚至当年将自己和父亲 赶出日月神谷的人中 也有他的一份 越想林云的面色越是沉浸了下来 见到林云的表情变化 荣景立即笑道 林云 你不用紧张 我确实知道一些事情 也知道当年你父亲曾经带着你来过日月神谷 讲必 这也是你现在执意要进入日月神谷的缘由吧 之前林云执意选择日月神谷的事情 鲁深已经告知了荣景 而刚刚古老也已经确认了林云的身份 所以联系前后 荣景当即就认为林云之所以无视三大宗门的内门长老邀请 却执意要加入日月神谷 多半 就是为了给自己争一口气 至于荣景之所以对林云说这些 那是因为他从林云身上感受到了一丝防范和怀疑 这么说他就是想让林云消除对他的顾虑罢了 那这么说你也知道我母亲的事情 至已至此 林云干脆就是叹性的问了一句 我对你母亲的事情知道的不多 毕竟当年我也仅仅还只是那股一名弟子罢了 现在看来你小子加入日月神谷 还是为了你母亲而来 荣景但笑着猜测道 荣景长老 那不知你可否将你所知道的有关于我母亲的事情告诉我 既然话都说到这里了 那林云自然就要再深入询问一番 但荣景却摇了摇头 林云 有些事情 我得到命令 暂时还不能够告诉你 这也是为你好 而且以后你进入日月神谷后 你的身份最好也要暂时保密 更不要随便向人打听你母亲的消息 毕竟 日月神谷之中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容得下你 哪怕其余人知道你是他的儿子 命令 是刚刚那位前辈的命令吗 那你可以告诉我 刚刚那位前辈到底是谁 还有你说暂时不能告诉我关于母亲的事情 那什么时候才能够告诉我 能否给我一个期限 林云欲发迷糊 看来母亲的事情比林云想象中的还要复杂 特别是荣景那一句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容得下你 更可知这日月神谷之中也不安定 不错 正是他的命令 至于他是谁 你以后自然会知道 而何时告诉你有关于你母亲的事情 我所得到的命令是 至少要等你成为了日月神谷核心弟子后才可 而且你母亲的事情 你最好到时候自己去寻 问刚刚那位前辈 只要他知道最多 荣景点头答道 成为核心弟子吗 既然荣景不说 林云也就不会强求他说什么 不就是成为日月神谷核心弟子吗 等真正加入日月神谷之后 林云以最快的速度成为核心弟子便是 跟荣景交谈了一番 林云前世也算是阅人无数 他并未从这荣景身上感受到任何敌意 而且这荣景和那个老者 既然早就知道了林云的身份 却不但没有对林云下手 甚至还在之前林云被三大旗于宗门围攻的手 及时出手救了自己 如今更是还派一名内股长老来特意保护林云 林云因此也就不再多想什么 之后自己谨慎小心一点就行了 第1036章帮你杀了龙千野 再度跟荣景交谈一番后 感受到这荣景对自己确实并无敌意指挥 林云和景荣便是离开了原地 荣景就亲自带着林云离开了通天秘境 继而回到了凤凰城 为了掩人耳目 荣景稍稍改变了自己的装扮 隐秘了自己的修为 并且叮嘱林云以后只需要称呼他为荣老即可 林云没有跟荣景客气 随后就将荣景带到了他之前在凤凰城所居住的地方 回到客栈后 奥峰原岭问指寒和贺林都在等林云回来 但当他们见到荣景竟然跟着林云一起来了后 三人都是既吃惊又敬畏 随后在林云悄悄告诉他们荣景接下来会跟着自己 保护自己安危的时候 他们心中的震惊就更是无以复加 在他们心底 四大超级宗门的内门长老 那地位可是崇高无上的存在 如今一名日月神谷的内谷长老却跟在一名新入门弟子身边 只为了保护这名新弟子的性命安全 这怎么说也有点太令人意外了 他们三人也是接受了好一段时间 方才彻底接受下来 九州大比落下帷幕 而有关于九州大比的消息却随着众多参赛者从通天秘境之中归来 开始在凤凰城如同龙卷飓风一般不进而走 不少人的名字被众人所提及 特别是加入了四大超级宗门的参赛者名字 不断在众人口耳之间传播 当然 其中最为响亮的一个名字 毫无疑问正是林云 若说之前林云在凤凰城的万气殿 以更加精湛的炼气水平战胜了土治大师 只是在凤凰城刮起了一阵小风小雨 那么现在林云的名字无疑就是巨风暴雨了 一个年纪不过二十岁的青年 却不但是武道天才和炼气天才 还是一名玉兽大师 这实在是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而众人知道林云还已低了对方好几个等级的前提下 斩杀土耗 甚至斩杀了赫赫威名的谭心凡的时候 众人心中的震撼就更是到了极点 那个叫做林云的小子也太恐怖了吧 我们九州竟然出现了这么一个妖孽天才 可这林云到底是谁 为什么我之前从未听过 他是不是也太低调了吧 他是来自于哪一个州 背后到底有什么强大的势力 如若没有强大的势力之称 他不可能在这等年纪就在武道 炼气和玉兽上表现得如此突出吧 三修天才 我的天啊 这绝对是前无古人的存在 日月神谷这一次赚大发了 林云在哪 我要嫁给他 我要给他生猴子 虽然我的男的 我看你们都别犯花痴了 新北轩是跟随林云才去的日月神谷 他们郎才女貌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各种有关于林云的议论声不断在凤凰城费反迎天 所有人既对林云充满了惊议 更对林云充满了好奇 不乏还有更多爱慕者层出不穷 甚至很多人开始不断地寻找起林云来 以至于接下来的时间 有关于林云的各种消息 就像是一股瘟疫风暴 一般不断向着九州其余地方席卷而去 林云之名 就此名扬 所幸 这几日林云都是呆在客栈之中 不曾误面 令格大多人都认为林云已经离开了凤凰城 否则指不定会在凤凰城造成何等轰动和混乱 对于外界有关于自己的各种说法 林云倒是毫不在意 他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罢了 以后 不仅仅是凤凰城的人 更不仅仅是九州的人 乃至整个神武大陆的人都会为之震惊 为之臣服 客栈中 林云已经登澳丰元领他们商定好在在客栈休息三日 三日后再一起离开 毕竟九州大比众人已经耗费了不少精力 接下来大家回到各自家族又需要不少时间来赶路 休息三日自然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且 这三日的时间 林云还要安顿好龙千也和龙千飘他们 毕竟 相识一场 情义不浅 该帮则帮 林云岂会袖手旁观 因此 当林云安顿好龙景之后 就直接去了龙千飘和靖飞的乡房去找了他们 龙千也比林云早回到凤凰城 林云原以为龙千也也会在房间之中养伤 而龙千飘和靖飞应该是在为龙千也成功进入了四大 超级宗门而激动吧 但林云错了 等他到了龙千飘的乡房中后 只见到龙千飘和靖飞两人一脸愁云惨淡 面上都是看不到一丝喜意 龙千飘 怎么回事 你哥哥龙千也呢 林云纳闷的问道 见到林云到来 龙千飘脸上方才努力的挤出了一抹笑容 旋即他的簇眉又不禁更加紧皱了起来 林云 九哥他回来之后 只是随便跟我和母妃说了一句他回来了 然后就又直接去凤凰城的舞斗台找人舞斗 去了 而且看他的样子 他以后或许都会留在这里一直进行舞斗下去 一直进行舞斗 这让林云眉头也紧皱了起来 越是舞斗 越是杀人 龙千也身上的神魔气息就越侵蚀得严重 别说半年 就算是半个月 龙千也恐怕就绝对会被完全侵蚀 之前他之所以参加九州大比 恐怕都是执念所在 如若等被神魔彻底侵蚀后 别说执念 恐怕灵魂都不属于自己了 到时候他会忘掉所有 失去所有心智 成为真正的神魔傀儡 林云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龙千飘心急如焚 就连不远处躺在床榻之上的静飞 此时也是泪眼婆娑 终究还是很下心来 对林云道 林云 如若如若实在没有办法 我我希望你能够代替我代替我磕磕 说到这里 静飞再也说不下去 咳嗽不断 眼中的泪水更是止不住地夺况而出 静飞 你是想要我帮你将龙千也杀了 不让他成为真正的神魔傀儡 对吗 林云大概猜测出了静飞的意思 所以大胆地开口道 静飞稍稍沉吟 但纵然心中千百个不愿意 最后也还是冲着林云点了点头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第1037章轰动全程 母妃 九哥可是你的亲骨肉 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九哥死 龙千飘文言面色大变 极力阻止 飘儿 如若也而真的被神魔侵蚀 那他就是一尊神魔的傀儡 就不再是我的儿子和你低哥哥了 如若不将其铲除 后果不堪设想 静飞内心千疮百孔 但表面上却还是一副大意凛然地道 可九哥他龙千飘不知道该说什么 没有人比他更害怕龙千也死去 自从静飞被关入冷宫之后 龙千也和龙千飘两人在皇室之中 就一直相依为命 在龙千飘心底 龙千也就是顶梁柱 而且龙千也本性善良 正义 他是为了救母妃方才变成这样 如若龙千也出事 他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 静飞 龙千飘 你们先别着急 龙千也的情况暂时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那一步 不过绝对不能够让他继续待在这凤凰城中一直舞斗下去 所以接下来 我打算将龙千也一直待在我的身边 帮人帮到底 更何况凌云身怀服魔碑碎片 铲除神魔亦不容辞 而且通过进化龙千也身上的神魔气息 凌云的静魔九爵能够不断提升 等以后越到更加强大的神魔 凌云也就有资本可以与之对抗 所以无论是对凌云自己 还是对龙千也来说 这都是有利之事 凌云 可九哥他现在已经不认识你 他不会跟着你走的 如若你执意要带他走 我怕他也同样会对你大打出手 龙千飘早就想过了这一点 我就是要执意带他走 而且不仅仅是他 我希望你和静飞也一同跟在我的身边 跟我一起离开凤凰城 到时候有你们在 应该能够尽量安抚住他 凌云斩钉截铁地道 可是龙千飘本来想说 如若他和静飞跟着凌云 只会给凌云拖后腿 而且母飞的身体也不适合长途跋涉了 别可死了 龙千飘 静飞 现在我就带你们去另一个地方 那也是你们接下来会一直待在的地方 说着 凌云就将乾坤画卷拿了出来 心念一动 就带着龙千飘和静飞一起进入了乾坤画卷之中 一入乾坤画卷内 龙千飘和静飞都是颇为惊异 凌云给他们解释了一番 这乾坤画卷是一件空间宝器 同时他也告知龙千飘和静飞 他也将自己的打算说了出来 那就是让龙千飘两人以及龙千也接下来一起住这里面 正好凌云也会在这里面构建一个治疗 阵法 帮助静飞调吸身体 龙千也也就不会一直在这凤凰城的武斗台上不断厮杀了 同时凌云也能够时不时地利用静魔九爵帮助龙千也净化他身上的神魔气息 就算龙千也真的那么想要武斗 那凌云也可以想办法让龙千也去战斗这乾坤画卷之中的大地之灵 大地之灵不是血腥厮杀 就算会让神魔气息增长 但也绝对要缓慢不少 而且 如若龙千也战胜了大地之灵 这乾坤画卷之中还未开发出来的区域无疑就能够被开发出来 到时候这乾坤画卷可活动范围自然就会越大 所能够容纳的空间也随之越广 听见龙雲的话后 静飞和龙千飘响都不想就答应了 而且还对龙雲感激不尽 若非龙雲在此 龙千也和静飞必定束手无策 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龙千也彻底沉沦 既然做了决定 那便开始行动 凌云在观景峰下的那条河流旁找了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静密之地 叫上和林三人一起花了半天时间给龙千飘 他们盖了几间简单的竹屋 然后开始在其中那间给静飞居住的屋子内逐步布置治愈阵法 只是这阵法可不是那么容易布置的 更何况治愈阵法这等偏冷门的阵法就更是难以构建了 好在这乾坤地图就在凌云手中 凌云只要有空就可以进入里面构建 而静飞的身体暂时也还稳定 所以并不着急 点 而且在龙颈面前 凌云也并未刻意对他隐瞒乾坤画卷的存在 毕竟接下来半年时间 这龙颈都恐怕得跟着自己 自己就算藏也一定藏不住 但龙颈见到凌云的这件空间宝器之后 也是不由得大吃一惊 之前他原以为这乾坤画卷只是普通的空间宝器 但现在他随着凌云他们一起进入其中 方才知道这件空间宝器的强大 况且 凌云之前就已经拿出过两件战斗宝器了 没想到这乾坤画卷还是一种如此强大的空间宝器 哪怕就是他 也非常想要一件这等空间宝器 最后就只剩下最后一件事情了 那就是将龙颈也弄进乾坤画卷 凌云让龙颈飘带着自己去找龙颈也 一如上一次一样 龙颈也这几天一直待在一座舞斗台上 此时在舞斗台上的一个角落同样又摆满了各种好东西 只要上去接住他十招 那些东西就是其余人的 也正因此 哪怕不少人死在了龙颈也手中 但还是又不少人上去挑战他 最终 凌云依旧用上台将其战胜并打婚的办法 将其直接丢进入乾坤画卷之中 事情都安排妥当之后 凌云众人便是准备在第二天一早就离开凤凰城 但可谁知道 第三天黄昏时分竟然有人发现了凌云的踪迹 并且将凌云所住的客栈公布于众 这个消息一出 立即轰动全城 乍世间 凌云所住的客栈门庭若市 形形色色的人纷纷涌来 都想看一看今年九州大比第一名 那个被称之为三修天才的妖念人物到底长什么样 甚至整座客栈都差点被落一步绝前来的人给踩踏了 对此 凌云等人一度无语 他不介意自己名声在外 但实在是对这等疯狂而来的人提不起什么兴趣 更不希望自己像一只猴子一样被人观看 于是 他们就不得不提前连夜离开客栈 凌云进入乾坤画卷 然后让奥丰元凛和贺林他们带着乾坤画卷匆匆离开了这凤凰城 第一千零三十八张新被宣的目的 只是 奥丰元凛等人刚走出凤凰城 突然之间 一道妙慢身姿却陡然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女子二十三四岁的样子 身材火辣 前凸后翘 一平一蹴 极尽美感 就连奥丰元凛和贺林 见到这女子后 眼睛都不由自主的在女子身上停留了几秒 新被宣这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同样在九州大笔上大放异彩的新被宣 新被宣连部威台 走近众人 但当她见到荣景的时候 唯语之间立即闪过一丝震惊之色 立即就朝着荣景恭敬无比地拱了拱水 弟子不知荣景长老也在此 见过荣景长老 荣景摆了摆手 是以新被宣不用拘礼 随即便是开口道 新被宣 你此番出现 不知道是有何事 龙长老 弟子特意在此 就是为了等凌云 凌云 我知道你在这里 请现身吧 这几日新被宣 其实也寻找了凌云一番 但一直没有找到凌云 虽然刚刚她也听见了凌云所住的客栈所在 但见到那么多人蜂拥而去 她便是放弃了去客栈寻找凌云的念头 而是直接守在了这城门口 只要凌云离开凤凰城 她就一定能够知晓 这不 刚等了没多久 她就感应到了凌云的气息 你怎知道我在这里 凌云从乾坤画卷之中出来 一脸好奇地问道 她明明隐秘了气息 而且还是在乾坤画卷之中 就连容景都未必能够感应到她的存在 这新被宣又是怎么知道她就在这里 不知可否借一步说话 新被宣看向凌云 悦耳的声音动听地道 凌云眉头微微皱了皱 这妮子之前眉头眉脑地跟着自己一起加入日月神谷 现在竟然又在这凤凰城城门口等自己 她到底想干什么 怀着这等好奇 凌云点了点头 随即就跟新被宣单独走到了一旁 夜幕之下 月光普照 两道身影 俊男靓女 就地而战 颇为美妙 新被宣 有话就直说吧 我可没功夫陪你在这里瞎好 凌云直截了当地开口 她确实没有兴趣跟新被宣玩猜谜语游戏 莫非你觉得我不够有魅力 新被宣轻轻地道 声音酥酥麻麻 但凡是个稍稍没有定力的男人 听见这等声音 见到这等有物 恐怕都会沦陷 不过凌云定力很强 丝毫不为所动 如若你只是为了跟我说这些事 那我想我们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就此告辞 凌云转身就欲走 清被宣面色微微一尘 哪个青年见到她不得也冒桃花 但凌云却从始至终都没有多看她一眼 所以她方才故意逗一逗凌云 却没想到凌云如此不解风情 凌云 等一等 你想必很疑惑为何我之前要选择跟你一起加入同一个宗门吧 清被宣教助凌云 凌云驻足 露出淡淡的笑容 确实有点疑惑 但还没有到非要知道原因不可的地步 我还是那句话 你有话就直说 如若再如此拐弯抹角 那我不会再停下来 清被宣心底一尘 这小子竟然如此但想到自己来的目的 他还是努力挤出一抹笑容 既然你如此直接 那我就不跟你废话了 我之所以跟着你加入同一个宗门 其实就是想向你借一只受宠 今日是我向你借的第一次 如若你不答应 等近 入日月神谷后 我会一直向你借 直到你答应我为止 话语有点蛮横 但让凌云就更纳闷了 借自己的受宠 自己身上唯有的受宠就是小九了 而小九一直待在乾坤话卷之中 这心被宣怎么会知道小九的存在 而且又要借小九做什么 见到凌云脸上的疑惑更浓 新被宣继续道 我知道你现在非常不解 我之所以知道你的存在 其实就是因为我能够感应到你身上那只受宠的气息 确切地说 是我身上的这枚凤五十能够感应到附近有着凤五九天等血脉的受宠存在 这般说着 新被宣御守一番 一枚雪红色的晶石立即就出现在了他的手心 此刻的晶石之中有着一幅画面 那画面之中有着一只妖兽 那只妖兽就正是凌云乾坤画卷之中的小九 就像凌云的寻宝图可以感应到至孙宝物一般 这枚晶石想必也有着一些类似的作用 不错 我身上确实有这只兽宠 不过你我萍水相逢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借我这只兽宠给你 而且借走之后这只兽宠又能为你做什么 凌云一问道 虽然这么问 但凌云突然想到 这新被宣施展出他的半圣宝体的时候 就是化身为一只金色凤凰 而小九变身之后 也是化身为火凤凰 同时凤凰一族 莫非这其中有一些什么关联 凌云 有些事情 我暂时不能够告诉你 但我可以保证我不会对你的受宠有任何恶意 而且以后也会完毕归照 新被宣信是淡淡 如若不告诉我具体原因 我是绝对不会将小九借给你的 凌云坚持到 对外人看来 小九是凌云的受宠 但在凌云看来 小九是他出生入死的兄弟 凌云没有理由就凭对方三言两语 就将自己兄弟的性命交给别人 凌云 我知道现在贸然向你开口 你一定不会借给我 哪怕我说出了原因 你也不会 更何况有些原因我确实现在不能说 但现在你我同是日月神谷的弟子 以后来日方长 用不了多久 我相信你一定会借给我的 清被宣自信十足 玄疾郊区扭曲扭动 走到龙井身前 冲着龙井攻进地拱了拱手后 就纵身一跃 消失在了夜幕之中 我们走吧 凌云也回到龙井和贺林等人身边 对众人开口道 凌老大 没想到你不但武道 气道和玉兽一道上的天赋过人 没想到泡妞的本事也这么厉害 什么时候娇娇我拜 贺林在一旁故意打趣道 泽泽这才几天时间 我们九州最富盛名的第一天之娇女就被你拿下了 还亲自前来送你 看来用不了多久 我们都得叫她一声大嫂了 问止涵也附和道 什么大嫂 林云明明比我们都小 以后应该叫她弟妹才对 就连向来寡言少语的奥丰元林也被他们带坏了 唯有林云一脸黑线 第一千零三十九张狂诗在线 离开凤凰城后 一路之上 林云大多时间都待在乾坤画卷之中 开始不断利用静魔九诀 帮助龙千也进化了一部分神魔气息 一开始龙千也一直暴怒和反抗 但每每暴怒都被林云强行镇压 以及龙千飘和静飞劝阻了下来 点 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没有办法 林云只好按照之前所想的那般 让龙千飘帮忙 慢慢的指引龙千也去沟通寻找 周围一片丛林之中的大地之灵 让龙千也跟那大地之灵去厮杀 前面好些次都失败了 但龙千飘窃而不舍 最终成功让龙千也找到了 那片丛林之中的大地之力 然后跟大地之灵厮杀在了一起 至此 龙千也也算是老实了不少 远离了凤凰城之后 林云打算顺路去一趟玉龙村 去看看傻蛋和玉龙村的乡亲们 毕竟之前自己命在旦夕 正是傻蛋和玉龙村的村民救了自己 只是 当林云等人到达玉龙村后 眼前的一幕让林云整个人都面色阴沉到了极点 因为此时此刻 整座村庄显得无比荒凉 曾经的淳朴风情 曾经那些美好的人影 还有傻蛋那傻傻的模样 都不复存在了 眼前有的只有房屋倒塌 只有断壁残垣 只有地面那已经干了的血迹 以及一些发臭的尸体和骸骨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傻蛋 还有傻蛋父亲和德利大叔 他们莫非都已经林云触目惊心 他已经不敢再想象下去了 心中已经有着一团怒火雄雄燃烧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再度来到这里 玉龙村竟然变成了这样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都是谁干的 林云愈发慌张 身子冲入了玉龙村中 无意火口 谁 是谁 林云近乎咆哮 玉龙村抵触偏僻 远离人烟 谁这么残忍 竟然将这些无辜的村民全都杀害了 一股浓浓的杀意抱涌而出 林云整个人近乎癫狂 这小子 上一次让你逃了 害我狂师的赫赫威名从此蒙尘 这一次 我倒是要看看 你如何再从我的手掌心逃走 突然之间 空中响起一道冰冷至极的声音 林云等众人的目光 立即循着声音的来源望过去 就见到一道二十八九岁的男子 其一头棕色头发 脸庞冷峻 双目冷傲 身上散发着一股暴力而叠血的气息 林云 奥峰原领和赫林见到这道身影 面色都是不由得一阵大变 他们认识这道身影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上一次遇到暗杀林云的杀手狂师 他竟然又出现了 又是你 林云面色一沉 眼中杀鸡更浓 这个人之前差点要了他的性命 林云还记得之前自己逃出生天前对狂师说过的话 狂师是吧 地狱们是吧 今日我若是不死 他日必让你狂师和你地狱门彻底灭亡 林云从未忘记过这句话 就算狂师不来找他 有一天他也会去那所谓的地狱门分布将这狂师斩杀 等等 林云 这狂师突然出现在这里 莫非这欲农村的人是他问指寒心思细腻 突然想到了什么 经他这么一说 林云意识到了这一点 当即神情更加阴冷了下来 怒不可遏地问道 狂师 这些村民是不是你杀害的 说话的时候 林云身上一股气势冲天而起 一副随时要将狂师碎尸万段的样子 哈哈哈哈 不错 就是我杀的 狂师您笑一声 当初他在御农村得知 就是御农村的村民救了林云一命 最暴怒而起 直接将全村的人都杀害了 同时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凤凰城 只是凤凰城中 五道好手不少 他没有贸然对林云下手 毕竟林云是参加九州大比的人 已经受到凤凰山庄的庇护 而且凤凰城向来不允许他们地狱门的人踏足 如若让凤凰山庄知道一个杀手在凤凰城杀了一名九州大比的参赛者 那凤凰山庄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 所以他在等 等林云参加完九州大比 等林云离开凤凰城之后 再找机会对林云下手 而显然他等到了这个机会 但由于他听见了林云在九州大比上的一些事迹 知道林云已经加入了日月神谷 所以哪怕林云离开凤凰城他也没有第一时间动手 而是等到林云到达这偏僻的玉龙村 他方才现身 这里距离凤凰城和四大宗门东路途遥远 林云逃无可逃 也不可能有人会帮得了他 可以说这是他出手斩杀林云的最好时机 也正因此 他既然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现在现身欲要将林云斩杀 挽回属于他杀手狂施的尊严和盛名 竟然真的是你 这些村民跟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对他们下次毒手 林云身上怒意和杀意都是更加棒薄 甚至林云的面孔都争鸣到扭曲 想起傻蛋那单纯憨笑的样子 想起傻蛋父亲和德利大叔等人淳朴的神情 想起之前林云心中决定 一定要让傻蛋的智力恢复正常 可如今林云的心在滴血 此 林云已经忍无可忍 只见他纵身一跃 左右手同时拿出了乾坤古剑和圣龙齿 并将龙武图腾和第三道名 雷之奥义和风之奥义等所有手段 全都一股脑的施展到了极致 他要让这狂狮血债血孩 哼 就凭你也妄想杀我 痴心做梦 今日让你插翅难飞 狂狮见到林云竟然对他动手 嘴角不由得轻面一笑 虽然林云在九州大笔上的试剂 他大概也听了不少 但九州大笔上最强的参赛者 也不过是真武进四重后期 跟真武进五重中后期的狂狮相比 还有这几 大的差距 林云在他眼里 一如蝼蚁 现在林云竟然还敢对他主动出手 更是不知死活 所以在狂狮说完之后 只见他随手就是一掌 但那看似平常无比的一掌 却爆发出了意想不到的声威 就可见一道掌印遮天蔽日一般 与林云的所有攻势重重的轰击在了一起 第一千零四十张这个仇 他必报轰猛龙 真是浩荡 巨响轰鸣 可怕的风暴席卷开来 令得四周天昏地暗 而林云却惊异地见到 在狂狮的那一掌之下 自己的攻势全都像是豆腐块一般 轻轻一轰 竟然就全都变成了碎渣 最后彻底化为鸡粉 消散在了空中 同时林云的身体也受到了能量风暴的冲击 重重地倒飞出去 嘴角甚至是渗透出了丝丝血迹 若飞容紧及时出手 掠至林云身边 将那源源不断灌入林云体内的气静全都震散 林云的五脏六腑恐怕都会被震碎 该死 林云怒不可遏 这狂狮的实力远比林云所预料的要强多了 狂狮屠杀了玉龙村所有村民 他想要亲手将其大卸八块 以告慰傻蛋和其余村民的在天之灵 可现在的自己根本就没有这等实力 双拳紧握 林云身上的杀意不但没有减弱 反而依旧越发汹涌 则则 真是可惜了 九州大比第一 就要这么夭折了 狂狮双眼骤然一冷 同样杀意袭来 于是身子一顿 就朝着林云暴冲而来 俨然他并不想再向上一次那样 给林云任何逃走的机会 他要一举将林云斩杀再说 只是 身子刚到林云身前 林立的一拳眼看着就要落到林云的身上 这一拳若是真的落到林云身上 那林云必死无疑 但 那一拳并未得逞 赤令一道掌印突然横空而出 挡在了林云的身前 那一掌十分轻描淡写 但与狂狮的拳头对碰之后 气焰嚣张的狂狮身体竟然直接如同被踢飞的足球一般重重的倒飞了出去 直到倒飞出去数十米的距离 方才勉强稳住身子 扑扑 一口心红的鲜血意志不住地从林云的口中吐出 将狂狮的衣服都染红了 万万没有想到在林云的身边竟然藏着这么一名高手 你杀我日月神谷的弟子 你说我是谁 容颈淡默一笑 瞳孔猛的一阵收缩 只见他的眼珠子突然之间变成了绿色 下一霎 两眼之中分别有着一道绿色的光柱迸射而出 直奔狂狮而去 那赫然是一种铜树 两道绿色光柱一泻千里 转眼之间就划破虚空就要落到狂狮的身上 什么狂狮心底骇然 之前的疑惑和惊讶表情此刻全都变成了畏惧之色 那一刻他手中突然出现了一把长脊 长脊之上光芒大帽 然后就激发出万状脊 紧忙朝着绒颈的两道绿色光柱横扫了过去 轰轰 长脊将两道紫色光柱轻刻间就劈成了两半 但劈开的瞬间 一股无穷的毁灭之力笼罩开来 续于之间就冲到了狂狮身上 将狂狮的身体生生再度轰飞了出去 而且这一次足足到飞出去上百米的距离 甚至他身上的气息很快就完全萎靡了下去 不用说也知道 这狂狮已经受了不轻的伤了 臭小子 你身边竟然有日月神谷的人保护 是我大意了 不过你别得意的太早 我狂狮接下的暗杀任务 还没有失败的时候 以前没有 以后更没有 下一次 我必娶你性命狂狮咬牙切齿 面色阴沉到了极点 他很清楚 有容颈在 他今日无论如何都杀不了凌云 但他不会就此罢休 如若这件事传出去 以后他狂狮的赫赫威名必定会严重受到影响 你以为你还逃得了吗 容颈神情骤然一紧 整个身体就像是顺鱼一般 转瞬间就出现在了狂狮的身前 狂暴无比的掌印 就朝着狂狮的脑袋拍了下去 那一掌拍出刹那 周围的空气都被挤压得层层爆裂 从此可见 容颈丝毫没有任何留守 但就在容颈掌印拍出的刹那 容颈手心突然多出了一张符纸 那赫然是之前凌云就使用过的一种符纹纸 而且似乎还是一张跟之前凌云所用过的那等神形顿走符类似的位移符纹纸 当容颈一滴精血滴落到符纹纸上 顿时间符纹纸光芒大盛 就在容颈那一掌落下的刹那 狂狮的身体突然就在众人的眼眸之中彻底消失在了原地 狂狮 你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妙 你想杀我 那你就给我等着 假以时日 我必定去你地狱门分布 将你和你们所谓的地狱门彻底踏平 凌云愤愤不平 他绝对不会让玉龙村众多村民的雪白流 狂狮跑了 凌云并未气馁 这个仇 他必报 这个人 他必杀 不仅仅是狂狮 连同地狱门他也会一并铲除 问纸函 奥峰元岭 等你们回到雷州之后 我希望你们能够帮我尽快调查清楚狂狮和那地狱门分布的具体位置 凌云看向问纸函和奥峰元岭 凌云 你放心 我回去以后 一定会尽快让我们九星宗帮忙调查地狱门分布的位置 地狱门分布并不是什么隐秘之地 应该不用耗费多大的力气就能够有结果 问纸函果断点头道 暴风元岭也同意 接下来 凌云在玉龙村找了一个风水不错的位置 将玉龙村的村民尸体计数埋葬在了那里 并且还在墓前立了一块墓碑 凌老大 等以后我也跟你一起去地狱门 却将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地狱门移为平地 克林在一旁信誓旦旦地道 我们也跟你一起去 华丰元岭和问纸函同样表态 凌云没有在意他们的话语 将众人安葬之后 他并未再在遇农村久留 也没有因此而萎靡下去 他历经两事 心性早已非常沉稳 辞折已矣 悲哀没有用 将仇人斩杀 才是应该干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